花蓮历年来出土古物高达数万件 花蓮县文化局在文化部的辅导下 选址寿风箱 筹设 花蓮县考古文化馆 2017年动工之后 预计在明年的1月 能够对外开放展示 24号多位议员 来到了寿风考古文化馆进行会刊 并且表示 馆内的典藏相当的丰富 未来一旦结合考古教育功能 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场域 文化局在投入筹设考古文化馆之后 2015年征收收风箱公所同意 将荒废的丰田市场作为建置基地 并且获得文化资产局补助 办理丰田市场改建工程规划设计 在历经三热等文化局长任内 终于在明年1月将要完成对外开放 其实在106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是担任乡长任内 谢谢当初的文化局长 是陈淑美陈局长 我们共同努力之下 争取了7000多万的预算 亦取在我们已经可以说是闲置的丰田市场 那在这次议会期间 我特别跟我们新道任的吴局长 文化局长做一个双向沟通 周边的环境的设施也一并在我们启用前 一定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也希望这考古文化馆能够吸引很多的观光客 来到我们这个寿风乡 由于花莲市前移植考古总数高达155处 况且保存状况极佳 文化内涵也呈现了花莲地区5000年来 人文发展的历程 把我们整个花莲县的古物文物呢 全部收藏点藏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这是我们花莲的一个福音 那当然在别的文物馆里面呢 也有相当多我们花莲县的古物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能不能把它拿回来我们花莲县 我真的非常期盼 也非常希望呢 在别的馆藏里面所典藏的我们花莲的古物呢 能够拿到我们花莲县 让它能够归根 因为让我们有这个空间呢 延续我们花莲所有的文物的历史故事 这一处兼具展示功能与教育 研究多功能的考古资源中心 文化局长吴敬毅表示 考古文化馆的历史文物典藏相当丰富 未来也会结合在地玉石文化 透过展示空间让大家了解 丰田玉石在考古文化中的相关联系 花莲的考古遗址 目前有登录在侧的有200多个 是台湾密度最高的一个线份 我们考古馆的功能大概有两个 一个是有关于典藏跟做研究 那花莲境内现在我们文化局手上的 典藏起来的考古的遗址的文件 大概就有80万件 那还不包括在其他的学术单位 手上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有需要一个很重要的 保存跟典藏的空间 以及做研究的空间 这是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考古其实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领域 但是它是生活在我们花莲人的 日常的空间里头就存在 那许多的遗址就跟聚落跟房子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很重视对于民众的教育解说的功能 所以在我们的一楼就是整个的解说的管 那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年龄层 特别是学童的部分 做教育解说的部分 目前只以建制专业完善考古展示教育 推广应用 提升花莲地区考古文化与知识 让社会大众对于遗址文化资产 有更深层的认识 记者林杰说风箱 采访报道 明镇中花